酒韵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火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佳辉刚才说的也让我这个态度有一点动摇 我们是不是今天这个社会 你从政治你就看得出来 过去这种有权有名的人是高高在上的 现在自打有了网络 你感觉到有一种全球的这种平权 或者说任何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甚至我认为现在这个明星 你是低于观众的 过去觉得明星很高 现在你看慢慢发展到什么 他们叫虐星时代 就是我老百姓 你明星就是给我取乐的 有些明星 这个过去反倒是台港艺人 比较多是这样的方向 比较有这种自觉 就是我就是娱乐观众的 我出丑也好 或者我怎么也好 只要你们开心 这也是明星的一种态度 是 我觉得大陆的综艺节目 一直有就是用一种很快的速度 跟其他公演一样 就是在赶上一种潮流 过去我们在大陆 很多人都看什么台湾的康熙来了 看台湾的一些节目 然后还包括什么星光大道 像我是歌手 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星光大道 那过去大陆 我们知道我们大陆有的那个艺术家 跑到康熙来了 那就愤而离席了 小S跟我聊这个 你太低了 你这么 他完全文化上是不一样 但是自从康熙来在内地 因为网络的关系而火了以后 大家开始就会要copy这个 所以台湾流行这种所谓的素人 或者是说我不要一线的歌手 我不要一大牌的明星 我需要的是一种中间就是比较 你觉得越接近 就像你说越接近平民的那种歌手 不需要他太红 但他如果可以有出彩的表现的话 反而让这个节目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所以会有我们从一般的民众当中 去选歌手啦 再从这个二三线没有红的歌手当中 我们再希望他再红一番 这个对比性变成是现在 综艺节目的一个方向 可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以台湾人看 我觉得大陆有在赶台湾的这个潮流 而且最中间我们让台湾的歌手 或台湾人来帮忙抬教 但最后呢光彩绝对不会属于 最终的属于台湾人 可是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可是就话说回来有点惭愧 当然是台湾先流行在华人地区 可是台湾的那种节目 学小预本的 预本课字 学预本的嘛 预本六零年代开始 就是把所谓的明星 丑话 我不会用丑话两个字 以前都说我是明星 他是明星 现在是说什么 artist 艺人 艺人是表演 performer 表演者 OK 那我觉得光是用的名词不一样 整个定位不一样 我喜欢 不仅是你喜欢看什么 我做给你看 我觉得更重要是艺人本身的解放 他自己 enjoy 他自己享受 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王飞玩微博是最好的例子 王飞明星了吧 明星 高高在小 可是他好多微博都是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 跟你开玩笑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为了用微博来赚粉丝了 他不是马家辉 可是他真的喜欢享受 因为他真的有拉一面 而这个我觉得这个个案 而且形成这种风气 才对整个娱乐产业是好的 把它更扩大 更复杂 更多元 我觉得是好事 他看得比较开阔 但是而且你知道就你刚才讲的 我认为我党应该适当表扬一下湖南卫视 因为这个我是歌手 在台湾你们的电视台都在播 然后我那天看到台湾的一个政治领袖 是谁啊 我不知道 出来就开始说的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这个说了什么 他的意思啊 就说这个我是歌手啊 在赤化台湾 说台湾应该小心 说大陆这些个综艺节目啊 投入巨大的资金 我就说大片时代嘛 那过去说实在的一个康熙来了 就把我们给灭了 对吧 现在我觉得台港完全不是个儿了 你知道吗 就是大陆的这种巨大的资金 这样的去练呢 他觉得形成一个什么呢 就像过去我国有些人比较担心的和平演变 就是说你们美国好莱坞大片 我们这么爱看 老百姓都去看你们美国大片 无形中啊 我们就被你们那个什么了 和平演变了 现在我认为台湾看这个我是歌手啊 怎么都有人说政治人物 我就说大家就担心过头了 我朋友也看 对不对 就说好关心那个赛果 杨宗伟还是林志炫 最后来个雨拳 所以所有人到这都问我说 朱铁怎么会这样 是大陆的这个游戏规则 我们搞不懂吗 还是说实力真的有插成这样吗 所以我意思是说 所有的台湾人 本来应该会被赤化 如果你今天让杨宗伟 或者是林志炫拿了第一名 哇所有台湾人觉得 哇这个大陆节目 这是太好看了 结果最后不是啊 大家又冷掉了 你知道 你就是 没错 就像我在香港工作一样 你就拼了命 到最后 总是该冒出头的时候 你就被挡住 你就觉得 我还是台湾人 所以很聪明的 这说明湖南卫视啊 这个政治觉悟还是不够高 这要是让我们凤凰来做 那肯定就是台湾的嘛 是吧 统一了就 可是也的确 这个在台湾 现在大陆不管电戏剧 还是这个 这种比赛节目 都非常受欢迎嘛 台湾不是最近有个官司吗 有个电视台 用新闻播报的方式 把胡亚卫视 我是歌手 几乎全程播了 这样我为什么要告他 这个版权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就说台湾那个政治人物 就在提出警告 说你要 我们要小心 大陆靠着这个娱乐节目 在文化上面 甚至是童话台湾 还是什么催眠台湾 你看他有这种感觉 不用管台湾政治人物 什么都提出警告 所以不用管 重点是说 我觉得这个官司很好玩 那个电视台 其实是一个报纸 全版 在骂那个电视台 你看那个电视台 全程直播 什么什么 骂他 那个电视台 在告那个报纸 毁报 说我们没有全程直播 然后还请你看看 我们当天的节目 我们前五分钟 报了两个台湾 很重要的新闻 后面四个钟头才播 完全就像那个军阀 我忘记是谁 张中昌 抓那个报纸的总编辑 说他毁谤我 说我有八个小老婆 我没有 我只有六个 一模一样 像这样三年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世界 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 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变诺会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重塑架控 探球静谧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东风日禅 两千七百年 较旧传承 八百年 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念旧大师 珍藏时教 靠自教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这个本来要讲我是跳水 结果我发现我是歌手 这个又婷从台湾 不但给我戴回眼镜 而且戴回了台湾人的愤怒 对啊 因为我正好 就决赛隔天 我正好在台湾嘛 然后所有朋友 看到我地方 说你也没看 你也没看 然后为什么结局会是这个 我没看 但是我听他们说 这个宇全啊 他们是现场发挥的 确实是好 而且好像有个邓超 给他们助阵 那个林志炫 当然一般都说是唱的最好的 但是好像是那一场 发挥有点问题 但我常常想说 就是跟我们 就是尤其是这种 目前的工作 你演戏啊 这个东西很多见仁见智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今天播新闻 跟你播我播 差在哪里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完全的 很理性的标准 这绝对是完全看现场观察 看你全 随便你怎么解释 因为大家的实力 不是这么明显的差距的时候 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 可以 可以不一样的 我反而是觉得 当有这种猜测 反而本身 就是先戴着那个眼睛去看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嘛 除了你 好像有人提过一句说 本来的冠军是 女权 就是组合 所以本来在很后面的 后来居上 可是后来居上也是 是有可能的 可能他表现很好 就像文涛说 现场表现很好 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 的时候就突然就说 哎呀 你看一定是有问题 把台湾放在后面 除了我可能是台湾观众的 一个认同的过敏以外 也当然反映出内地啊 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 什么样的比赛 我们以往不信任嘛 总是觉得有人下个条纸 就可以 我突然可以变成跳水冠军 这个怀疑也不是 就是说没有过往的历史 做佐证的 我们也有一些情况 也是有操作 但怎么样都是电视台获益 就算我们不断地讨论 这个节目的热度 才会继续存在 就是有争议 总比大家觉得 哦 笃定了 就是该写冠军 今天事也就过去 这就是电视台获益 就包括这种这个跳水啊 他们就说 接下来这个明星 还得玩什么呢 对呀 蹦极啊 跳海 跳楼 到我是歌手以前 这还是属于说 会干什么的干什么 我觉得从到我是跳水以后 那家伙就是身子无底了 能玩什么 我那天一边看一边觉得 你说什么我要跳海 我要跳楼是开玩笑 我就想我最想看 也是可以做到的 请明星来互相打拳 泰国拳 我给你 哇 肉搏来的 你想一下贾龙王妃 对您自宁 还穿比基尼 哇 我觉得 一定看的嘛 文涛对文道 穿的比基尼 不会的 人家王妃 钱挣够了 我觉得要 他们就说 一种是二三流嘛 一种呢 是就说是过气的 可能你会看到 一些老人 再打 你知道美国最近一个 实际修很有名的 就是两个机器人对打 就是像这个Transformer一样 超空的人 在后面三滴 然后下面是两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然后现场的工程师 当场修机器人 很夸张 那就是好莱坞 就是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